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了解到 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18年铁路属运圆满收官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人数是6.5亿人次 同比增长了10.5% 再创铁路的属运新高 那么其中在8月18号 全国铁路的旅客发送量达到了1208.5万人次 这也刷新了铁路属运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最高记录 而随着11黄金周逐渐临近 全国铁路又将迎来一个新的客流高峰 今天国庆假期的火车票已经开始开售了 市民可以通过网络或者电话的渠道来买车票 而车站窗口代售点和自动售票机 则最早要等到9月4号才能够买到国庆假期间的火车票 值得关注的就是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会在9月23号 也就是11黄金周之前正式通车 到时候列车就可以直接到达内地44个站点 为市民出行提供了一个新的